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蜂蜜卡还有怎么样预众不同的地方呢 也让我们热烈的来邀请SYM市场推广客管理师 乔博振来为我们进行说明 掌声欢迎我们的博振有请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贵宾 各位长官大家午安 我是市场推广客的博振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各位介绍 今天要带给各位的一个全新车款 蜂蜜卡 今天我们想要跟各位从汽车的使用趋势开始谈起 从以前市场的主流都是那种中大型的房车 但随着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改变 开始有休闲活动 或是做生意等多元需求的产生 进而延伸出了像是SUV 或是Cross Rover这样子新型态的车款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 那为什么机车就不可以 更何况 在地下人筹的台湾 其实很多人 他们对于汽车 是这样来说是更加的不方便的 比如说价格比较高 或是停车为相关的问题 所以造成台湾的机车也有比例 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机车已经正式进入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了 这也代表着其实很多人他们在生活中 必须靠一台摩托车就要完成他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 比如说从通勤到出游 或是从做生意到物流使用 甚至是休闲活动等等 这些需求其实都一直存在在台湾这边 只是说以往的人他们可能透过自己的爱车 去利用配件加装 或是额外订做支架等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赋予机车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为各位带来一台全新的车款 也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全新的机车使用形态 FORMICA这台车跟之前我们三样推出的车款有点不同 以往我们推出的车款是针对单一特色鲜明的消费族群 所推出的各式车款 但FORMICA我们则是以功能性垂出发点 我们是以同时能满足多元使用需求为前提 所开发的车款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跨性别 跨年龄 跨族群 的一个全新车款 FORMICA我们取自意大利文中蚂蚁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蚂蚁身体很小 但是它其实可以搬运比自己身体大好几倍的食物 所以我们希望FORMICA它虽然是一台小摩托车 但我们透过功能性的优化 让它是可以承载比一般摩托车更多的一个物品 在过去市场有许多的商用车款 都是以商用需求为使用 比如说送餐 物流 或者市场债货等 但在未来 我们希望可以多够FORMICA 我们是以呈现不同的生活风格为最主要的美人 比如说出游 露营 钓鱼 或者是购物等等 我们希望FORMICA可以是一个适应多元消费者样貌 为主要诉求的新世代车款 在FORMICA的计划阶段 其实我们经过大家参与人员的一个脑力激荡 我们归纳出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必须保留车主发挥的空间 确保其扩充性 第二个 我们要让这台车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一样是非常好用的 确保其实用性 最后 我们尽量避免特规的配件 或是特规的锁点 我们希望让消费者一样可以装上市面上其他不同的产品 在这台车上 确保其 一个通用性 所以我们使用上述的功能 我们要满足不同的生活风格 以及使用行径 并且给予台湾一个更丰富的使用机车的文化 我们希望FORMICA不只是一台苏克达而已 而是最懂台湾用车文化 并且陪伴在车主身边的一个好伙伴 让它不只是载人或是载货物 而是可以撑起 台湾人民的人生跟梦想 让它可以因为有了FORMICA这台车 为它这样的生活中 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日常便不寻常 是我们给它的一个slogan 那接下来我就针对FORMICA 各个面向的功能以及配备 来为各位做一个说明 好 第一个 是它的一个独家扩充式的债务平台 我们透过原本后方的债务平台 再做一个抽拉机构 让它的债务面积可以达到原本的1.6倍 并且透过内部机构的强化 让它的债重可以达到最高40公斤 那另外也保留三阳专利的一个翻转后座垫 让它不需要任何使用工具 一手翻起就可以切换载人 以及债务的模式 并且如果需要更大的债务空间的话 一样可以快拆 把座垫拆起来 以征求各大的使用面积 另外 我们在全车设置了12处的隐藏锁点 在全车各个部位 我们要保留的是车所另外加装的空间 并且我们将锁点做隐藏式的设计 让这些锁点不会因为落落在外面 而造成车子的外形受到影响 那这台车 我们也搭配后轮的手刹车 因为台湾有些地形比较复杂 或是它可能是需要不断的停车 载东西 停车 我载东西 所以我们有预留手刹车的功能 让它在一些地形 是不会因为车子倾斜而倒车的 那另外 这台车我们也针对熔音工程做了一些设计 第一个是椅垫的部分 我们针对高密度的泡棉做了一个加厚的处理 那另外我们一样在维持它的舒适性的同时 也可以维持它的一个清明的座高 维持74.7公分 那另外我也透过车后把手的一个位置调整 在有一些身材可能比较娇小的骑士 它一样可以很轻松的驾驭这台车子 那在宽敞的前租空间 达到410mm 那它如果是放东西 或是赤脚空间 可以有一定的一个空间去做手段 那在表面处理的部分 我们也要用一个防滑摇花的一个设计 让有些东西在放在前面的时候 不会为骑乘或是刹车 而滑动造成骑乘的危险 另外在头灯的部分 采用Class D的汽车型头灯 并且将日行灯 扁镜灯做一个整合式的设计 完美重现在东西卡的车头 那这次也搭载LCD的仪标板 除了资讯齐全以外 USB有指针的仪表 让它可以快速的辨识 有效提升骑士的骑乘安全 那在其他配备的部分 一样有保留哈萨 双簧警示灯 提供车主电视停车 警示后方的一个安全需求 那另外在USB的部分 我们隐藏在车头的一个USB充电部 并且也设计QC3.0的快充设计 那在动力的部分 我们提供两个动力的选择 125以及151cc 并且最低油耗达到1公升 49.8公里 并且我们也有针对低转速域 尤其是时速30到60公里这个区间 去做一个动力的调教 那消费者在债人或是债务的时候 一样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动力表现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FOMICA 推出了一个全能扩充套建筑 里面包含了两个配件 第一个是它的全能测支架 我们也会满足 绑、钩、锁、挂 这四种常见固定方式的一个功能 为设计出发点 并且我们让它的造型 其实是可以符合FOMICA的车身设计的 而不是使用铁管 它是一个比较刚硬的线条 让它的外形看起来更加一致 那在材质的部分 我们使用高科重的复合材质 让它单边的承载的重量 可以达到5公斤 那另外是后扶手的一个勾附螺丝 我们提供绳索 或是板钩子之类的一个固定使用 防止物品在车上在骑乘的过程当中收脱 而造成骑乘的一个危险 那组合上面的一些功能 我们希望FOMICA 它是可以保留它的扩充机能 让车主去发挥的 那第二个 我们希望让车主使用起来 尤其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一样很舒适 很便利 也让消费者很安心的 那再来 是我们希望它的外观 其实也是可以跟上现在的潮流 让它消费者在穿搭搭配 也是可以更加的亮眼 那最后一个 是针对动力的部分 我们让它在各种情况下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动力输出 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消费者的一个功能需求 FOMICA 我们推出了两个色系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呈现年轻 火力 我们采用一个跳色的设计 分别是美果泡泡 以及香橙薄格 那当然 我们也考虑不到烟水消费者 我们比较喜欢低调 质感的风格 推出很重 黑可可 以及云朵的奶霜 透过黑白色系 我再加上莱姆黄的一个跳色处理 让它在低调当中又不识质感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FOMICA 我们总共推出四个规格 分别是125CC的S版 DXR 以及M版的ABS版 那另外是150CC 提供L版的DXR版本 以及XL ABS版本 那消费者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做选择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邀请到我们SYM 执行副总 陈旭斌陈副总上台 为我们揭晓 我们SYM FOMICA 的全新样貌 好的 欢迎到我们的 陈副长 陈副长有请 好 那在这边呢 也邀请到我们 这位媒体朋友们 准备好我们的 手机相机 以及跟着主持人一起 齐声倒数 让我们共同为 揭幕进行课菜 副总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的 让我们全场齐声倒数 3 2 1 2021SYM FOMICA 正式发表上市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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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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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